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嘛 来来来来 又没别人 姐 真有你的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家很有背景 或者你觉得爸爸是高干 要不就是觉得我神通广大 可以为所欲为 我在别人面前丢尽了脸 别人以后还怎么帮我 好 我再也不会到这儿跟你来扯了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以后你的事 我再也不会管了 没事 没什么 我老不回去看我爸 我姐着急了 走吧 咱回家去 走啊 再不走你妈该着急了 走 走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我们叶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我有时候也在想 他到底是不是我们家人 你就不要再给我火上浇油了 我是说我们还是得想想办法 爸爸你不要让我再想办法了 我真的就只有这么大的本事 你看 你嫁给家人 爸爸没有反对 爸爸从来就没有什么门第观念 但是辽园要找家好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一个哑巴 爸爸 爸爸 说不定辽园也是因为觉得对不起家好 才跟他好的 对不起 同一个就是我 还有你 怎么没见他对我们叶家人自己好啊 那吃里扒歪的 说这些有什么用的 都没用 辽园他不听我的 要找啊 只有找你公公婆婆去说了 爸 如果你真的要找贝贝爷爷的话 你一定好好跟他们谈 否则以后我家的中间很难做的 不是 知道 知道 这个事爸爸知道 这个分寸爸爸还是会掌握的 不是 你去给 这孩子去 上次我都塞给他了 他还是还给我 不是给他的 你跟他说是我们给欧阳的 我说了呀 那 但孩子你给何事 我都跟你说了 这事呢 不要跟这几个孩子说 到了你还是给说 搞得现在在孩子面前 你这当老子的底气都不足了 那家回哪儿了 你跟他说呢 老头子 你为叶家做了这么多年 你为的是什么呢 你不就是觉得欠了人家吗 这犯罪坐牢还有个期限呢 不 你这算什么呀 你要背一辈子呀 什么时候那幅画还给老叶家 我心里就踏实了 哎呦 行行 那我去 我说你呀 老叵 老叵在吗 怎么了 老爷 过来坐坐 好好好 坐 就你自己呀 那 老唐跟佳慧在楼上 好好好 家好不在吗 我记得他现在在剧院 做打扫卫生的工作 早班等晚班 这孩子有一个新朋友 在教他绣花 我觉得挺好 要不然老闷在家里呀 跟我们两个老家伙大眼瞪小眼 闷哪 我说你呀 老赵 你们也太不关心这孩子了 我想家好 今年满二十了吧 有 有二十 这么个大姑娘 下了夜班一个人回来 你们不怕她在路上出事啊 我接过她两次 完了她不让我接 这孩子怕给家里人添麻烦 幸好她还有一个伴 就在隔壁的巷子里头 每天陪她 你们哪 你们太不操心这孩子了 怎么了 你知道家好每天晚上回来 是谁送她回来的 是我们家寥园 不 这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们 这我想啊 寥园跟嘉宜家好 从小是一块长大的 寥园一直把家好 当自己的亲妹妹 家好又不是个一般的姑娘 寥园这个做哥哥的 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 是 可是 寥园这傻小子 光顾得这么邦家好 搞得把自己那份工作 也给丢了 真的 是啊 班不好好的上班天天的 性不好好送信 让邮局给开了 放个气子 不 老爷 你说 这俩孩子天天在外面玩呢 要不我说 我们都叫他俩给骗了呢 那他们俩在一起干什么 你知道吗 寥园这孩子啊 现在是整天不见面 我想啊 他因为丢了工作 懒得回来见我了 这事呢 等嘉好回来 你们再好好问问他 老程啊 老 老程啊 以我们两家的关系呢 我一直是把嘉好 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寥园对嘉好也是 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对他再怎么好 我想也是应该的 可是既然做了兄妹 我想咱们 都还是应该规规矩矩的 我 我的意思是啊 辽园是个男孩子 不太管得住自己 这方面 还得请你们 多开导开导加好 千万不能给辽园 有什么钻了空子的机会 这真要是出了什么 出了阁的事 加好这么一个 好端端的姑娘 不就给毁了吗 那她以后 不就更难了吗 老爷 你放心 加好回来 我一定好好问问她 是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好 那好 那我就先回去 好 你们一定好好跟她说 加好不是跟一般的女孩子 千万千万要小心 好好好 那你慢点啊 爸妈 这是你别拦着加好 我不拦着 刚才你叶叔叔说的话 你没明白吗 人家就没看着我们加好 谁看不看得上都不管用 只要辽园跟加好 他们俩自己乐意 这事谁也管不了 可这儿俩孩子现在闹的 辽园工作也丢了 你叶叔叔这边呢 又不同意他们俩在一起 说白了 叶叔叔还不就是因为加好 不能说话吗 可是如果连辽园 都不在乎这些 反倒是我们自己家里人 因为这个反对他们俩好 那伤害加好的 不是我们自己家人吗 我们自己家人伤害了她 她一时想不通 但是过段时间她会明白 家里人都是为她好 就是 那要是外边人把她伤了 怎么办呢 就算伤她 那也是她自己的事 加好不能再像我这样了 我求你们别管她了 行吗 嘉蕙姐 你怎么找到这儿呢 你叫单位给开来的事 家豪知道吗 谁告诉你的 老远 如果你想跟家豪在一起 你就要有个固定的工作 有份稳定的收入 这样我们才会安心啊 我希望你们两个在一起 是越来越好 而不是越来越糟 我们的信心是要靠你来给的 家豪你别哭啊 我告诉你 那份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不 不是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瞎想 家豪 我答应你 我会去找个工作 踏踏实实上班 这总行了吧 我发誓 你去找超叔他们家了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那你不去上班把工作丢了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我告诉你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真是一个两不熟的白夜郎 后悔了吧 早知道一生下来 就该把我掐死 伤他给叶才丢脸 你也当成美女这个种 我越闻想 怎么就能生出你这么孽大 你这话什么意思 请问你妈去 你妈知道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说呀 来 爸爸不是在说气话吗 难怪他从小看我不顺眼 我爸到底是谁 不闹了好不好 妈妈是这样的人吗 他一辈子辛苦 到现在我们开始怀疑他这个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这又不是我说的 你是不是巴不得 这是真的 你再有个爸爸 没错 我讨厌这个家 你呀 人小主意大 你打算把我瞒到什么时候 乖乖 妈一直当你还是个孩子 可现在你也是大人了 记住妈的话 老天爷安排我们这辈子做女人 可遇到事 我们也得像个男人扛得住 爸 爸 怎么样啊 好一点没有 我不要他这个儿子了 你瞧你 干吗这么说呀 又说气话是不是 你让人家左林右舍听点 你怎么想啊 你就不替我们叶家想想 总得替我妈想想吧 心事 我没有冤枉你妈妈 这么多年来我忍气吞声 我也是人的 我不是乌龟王八 爸 别这么说自己 我说的都是实话 现在我要把它都说出来 我告诉你 辽远不是我们叶家的人 她是你妈跟楼上那个系统 你胡说什么 您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有发烧 我不糊涂 真的是真的 当时我被关在牛棚里 我不在家 你妈就跟那个姓彭 没有 没有 当时我在家的 我在家的 你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啊 当时那个姓彭的 打妈妈主意 对吧 妈妈害怕让我陪着她 我们非常小心都防着她 而且还不敢告诉你 怕你担心 爸 妈很不容易 说不清了 人都不在了 爸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辽远长得多像您啊 他哪一点像我 像我的是知火 知火才是我的儿子 我的知火 爸 爸 你想想 辽远他要烧这屋子 你为什么救他呀 你还借钱救他 还不是因为 他是你亲生的吗 他不是我亲生的 可他是你妈生的 您心里还是相信的 辽远是我们叶家的儿子 爸爸 这活已经不在了 我们家 就生下这么一个儿子了 就这么一个儿子了 爸爸 算了 算了 我的心已经凉透了 反正我也已经把他养 这么大了 我不欠他的 只有他欠我的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我再来 我再来 帮忙 我了 他 收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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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坏人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那个陶丽丝服装加工厂 老这么鬼鬼祟祟的 以后他肯定得出事 反正你也是在这个厂里打工的 实话实说我觉得你也干不长 我这儿有一百块钱 你要是能告诉我 现在你们在厂里正在做什么 这一百块钱就是你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一百五 神经病 二百 你要是告诉我 这二百块钱就都是你的了 三百 行吧 不要拉倒 我找别人去 你深圳带那么多钱了吗 你深圳带那么多钱了吗 给我也做一个 那要是没这个好 我可不要啊 行 才一天不见 就觉得过了好久 给我的 真好 我正好缺这么一个茶缸 明天跑上都 正好用上 我就去几天 回来 就来找你 就是这儿 这儿就是他们的后门 里面肯定有人 故意不开门的 里边有人吗 我们是工商局的 开门呐 什么故 葫芸华 不是 葫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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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位 你翻什么翻 葫芸华 出不着艳难 我们接到举报 说你们厂子在做假名牌 怎么可能呢 这 你们也看到了 这全是这个 这样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你们得搜啊 他们肯定是把东西藏起来了 姐姐你三天两头都跑我这来闹 有这个工夫人自己追这么点钱不行吗 非瞅着我这眼红啊 就这姐妹俩啊 我都不好跟你们说什么 那女的呢 那女的呢 你闹够了没有啊 你们这儿好好的大门不开 怎么开了个后门啊 这 这是我失策了 我这风水先生啊请晚了 你说我这都打开门做生意了 风水先生来了说我这大门露财 那我害怕啊 我只能把大门锁了开个后门 没想到这事给您添添麻烦了 行 没事就行 那我们先走了 那 那 那 我要不一块儿吃个饭 不用不用 那不留你们了 回头请吃饭啊 行行行 回去吧 回去 那那你 回去吧 回去吧 那女的呢 拿着我的钱还骗我 不愧是你招的人 好好说话别上手 上一次把彭大美的脸挠来了 没给你算账呢 好好说话 这 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 每人奖励五十块钱 特别是小于 他经受住了考验 没有出卖网门 使我们保住了工厂 通知他明天来上班 我们额外奖励他五百块钱 好了 干活吧 睡一会儿 昨天打了一手麻将 一会儿多讲 天黑闲能不能感动 不然得多耽误一天 二毛 过去 我来看 你行吗 你别废话了 过去 我来看你 我来看你 他再走 我来看我 你也发jach了 我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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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起初骨折 脑部受了一些震荡 要等医生做完手术 才知道具体情况 请坐下来内心等等 来 爸 爸爸 爸爸 命能保住吗 走 我看你没事 爸 来 看病用得着 假信呐 他那边情况大 车上拉得一堆假货 车一翻 事情全都出来了 别着急吧 都取出来吗 都取出来 怎么还不收拾东西啊 是磨蹭什么呢 赶紧的 你非得等着他们找到这儿来啊 小小去哪儿了吗 广州 深圳都行 先躲个这阵子 那刘原哈尔毛怎么办 给他们留五千 刘原是之火的亲弟弟 咱们总共就这一万 把这一万块钱都给他们 我在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 咱们现在钱已经全搭进去了 买设备进不了 那边还欠着钱呢 老顾就给了点订金 现在一出事都跑得比谁都快 电话一关 连鬼影子都找不着 你还能想什么办法 把工商局的再招来 给咱们再开张华单呢 你不个屁 你就知道钱钱钱钱 把这九千给他们送过去 我去火车站买票 我去火车站买票 江浩 我要跟你说件事 要不我死了也不贪失 你不能说话 都是我害的 你小时候早丢过一纸 是我帮你骗走的 是我带你去玩 我们在铁道上玩 火车差点压到你 你那时候太小了 都不记得了 你记得 那你不恨我 那你不恨我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江浩 要是我 要是我能活下来 嫌给我 好吗 怎么了 医生 医生 快来 医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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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 爸妈 出了什么事了 你不要影响动作 这怎么了 等等 你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让你不要进去 不要进去的 你非要进去 你看你在这 爸爸 是廖元让家豪进去的呀 我们叶家 谈上你们赵家 就没什么好事 我们廖元 到嘉信厂子工作才几天啊 出这么大的事 他连个影子都看不见 这是岂有此理 爸 我去 叶叔叔 对不起 我刚才取钱去了 这些钱你先拿着 如果不够我再想办法 你拿着 秦秦 拿去 送我 送我对不起 我送他 我管你 怎么不管他 还要不贩卖假货 那廖元能像现在这个样子吗 叶叔叔 廖元这件事我保证会负责到底 他要死了你能负责吗 爸爸 害死了我们之火 你还嫌不够 爸 我跟您说点事 请请请 爸 除了刚才我给叶叔叔的钱 剩下的都在这儿了 二毛跟廖元那边你看着给 二毛伤得比较轻 我估计主要还是廖元那边 我得先到 我还得去这儿 你去做什么 我也没办法呀 跟我合伙的老顾跑了 我一个人扛不住啊 爸 你人逃了 你能逃得过你的良心 问题是 就算我把那些机器设备 我都卖了 我也还是赔不起啊 爸 存折我已经给家人了 廖元和二毛 你先不要管 我不能用你们的钱 那是你跟我妈养老用的 你当白给呀 算我们俩借你的 你这孩子 你就是太要面子了 你说你买那幅画钱不够 你跟我说呀 你好好的生意不做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 造假的活 我明白 你这些都是为了我 但是你说 我们遇的事情该不该多 不该多 每个人在遇到每一件事情 都应该负起在这件事情当中 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对不对 你们这几个孩子 我从来不盼望你们能升官发财 但是有一点 做人做事 一定要无鬼于心 我就这点要求 我知道了吧 爸 那我先寄个电话 你到哪儿了 还有一个钟头火车就要开了 我不走了 他脑子进水了 我不能把这堆烂摊子摔给我的家人 那帮人又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你要留下来就麻烦了 事儿都找到你 赶紧过来 票我都买了 我已经答应了我爸 我不走了 你爸傻 你也傻呀 彭美华你再说我抽你 你信不信 那你过来抽啊 来呀 赵家信我就问你 跟不跟我走 彭美华我就问你 留不留下来跟我一起扛 神经病了 扛什么扛 我是个男人 这事儿我不扛谁扛 那对不起 我是女人 我要扛也得先看看我扛不扛得起 彭美华你别留亲不认行不行 你别只认钱行不行 你别跟我装孙子 你要不认钱 能跟我一块做生意 你要不胎能做这笔假货 彭美华你还别瞧不起我吧 我是要钱不要脸的人吗 我做那笔假货我还不是为了 为了把那幅画说回来吗 我告诉你 我们姓赵的比你们姓彭的强的妹点 就是因为我比你们多了一点人味 列车乘务员同志你们好 请你们做好准备迎接雷克上车 爸 妈 廖元的情况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说是要留院观察 我在这待着 你们就回去吧 欣欣你还要上班呢 让家豪在这守着好吗 欣欣 你上班 我在这儿盯着 爸 我在这守着好吗 这样 家豪 你跟我在这儿待着好不好 不行 爸 你要回家 这儿有我呢 他要是 妈 妈 来 走 你放宽心 这儿有我呢 爸 谢谢 叔叔 爸 谢谢 叔叔 你就是赵嘉欣 你就是赵嘉欣 我知道你想儿子了 可是你不是已经去找知火了吗 你干吗 你干吗还要把廖元爷一起拽走啊 你是一个都不想给我留下 就算你根本不考虑我 廖元也是你亲生的呀 他才二十四岁 连我们的一半都没有活到 你就这么忍心把他拉走嘛 老赵 你不如干脆把我一起拉走算了 老赵 坐吧 一个人容易伤感 老了 不中用了 老爷 嘉欣这孩子造假货不对 但是这事要怪得怪我 是我逼着他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那幅画卖回来 那幅画果然没有烧掉 老赵你承认了 真叫他们给卖了 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 我想花回来以后 我交到你手上就是了 可是嘉欣手头上 也没有那么多钱 这他就想着造点假 能多赚点钱 这事就闹成 所以我想我现在 我可能暂时没有能力把这幅画交还给你了 既非担打呀 什么都没了 我爸就留给我这一样东西 唯一的东西 没了 都没了 儿子走了一个 剩下的一个还躺在医院里 还不知道过不过得了这个鬼门关 压力也偏向我不过了 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子 我还有什么意思 我燕文翔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要遭这么大的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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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错 你没错 错的都是我 老爷 我今天必须要跟你坦白 要不然我在我那几个孩子面前 我都抬不起头来 五七年的时候 是我跟组织上反映的 我说你曾经说过 公司合营不一定就能经营得好 你爸要是在那肯定没问题 原来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我 我说的都是你的原话 我 我没想到 居然是你一 我谁能想得到他们断章取义 最后就把你说成是反对公司合营 要翻遍天章 别说了 赵房源 我们家老爷子是怎么对你爸爸的 连你这条命都是我父亲捡回来的 没想到你居然从背后这么 这么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没想到最阴险的人居然是你 老爷 对不起 滚 你滚 你再也不要进我家的门 你再也不要进我家的门 你 journalist